今天这六个重刑犯 除了一个只有烟族犯12年以外 其他都是20年以上 20年以上都是重刑犯 重刑犯他不可能说在面会 在开门的时候是集体行动 怎么这六个人你可以集体行动 被外面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而且他们讲说他们在里面被人家欺负 但学位 对像你们长期跑社会 对监狱了解的人还知道说 他们第一个你在黑道黑社会里面 你已经是堂主了 你在黑社会里面已经是一方之霸了 而且你是重刑犯 你说他们在里面根本就是管别人的角色 怎么可能说你过不下去要出此下策呢 其实我们之前常常谈到所谓的预证管理 可是从今天我们发现这个案子来看的时候 这个预证管理根本没有改善 到目前为止矫正署已经从矫正事变矫正署 那你还是没有矫正的好 所以我们就讲说监狱里面的这个管理问题 一直是一直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黑道 所以你看他们里面 玉族管理员他们在里面要管理这些这么多的收容人 那怎么管理 通常都会找一些大哥级的人物 你大哥进来之后 好那你竹联帮有竹联背景的 那你就来帮我负责管理竹联帮这一批人 所以里面帮派还是帮派 我竹联还是跟竹联 我赤海是跟赤海 我签道还是跟签道 我还是以黑字黑嘛 那你大哥对你的小弟有约束力 那你好好地过你的日子 对不对 你就好好过 你只要乖乖听话 照规矩来 那我今天上下班了 我也热得轻松 所以也开放让你们有什么方便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且这些被赋予管理责任的这些黑道大哥 或者是一些重刑犯 他可以往来各个工厂 他可以送东西或干什么 他借故打扫 你今天在这边扫工厂 在那边扫工厂 或者是厨房或干什么 只有这些人可以刻意行动 所以我就懂了 难怪他们对这里面所有的环境 辽若执掌 这些都是重刑犯 这些都是黑道大哥 所以他一下子可以到厨房 一下可以到餐厅 一下子可以到卫生 到医院 到医护所 他每个地方可以跑来跑去 他连借护士他都很熟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些人就是因为长期 在里面送公文 送信 送文件 所以他们到处 走到哪里 就跟走自己家厨房一样 看清楚 而且他们可以利用一些机会说 我们到某个工厂碰面 所以我们可以在私底下说 我们讲好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筹划一个多月 就是因为这些人 他们平常就可以互相往来 所以说今天这个讲说 你今天扒了这五点声明 你根本就是笑死人 你这个黑道大哥 你为了这几百块钱 你在里面已经过得 比一般的周龙人好很多了 那你还不满足 那不可能 所以这个是烟 我一直说 这个是烟木蛋 他是在掩人耳目的做法 他掩人耳目就是 现在有点是不是 双方警方跟这烟人都在斗志 都在沉叭 最后到底谁会赢呢 那你长期送货 到了这个监狱里面去 你说其实这些狱卒 这些管理员 他们其实跟这些受刑办 不像我们在监狱风云看到的 拿根棍子很凶 你找一步关我 碰就打下去 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不是 因为有一位管理员跟我开玩笑说 经常有同学 他们不能叫受刑人 不能叫犯人 要叫同学 然后同学要叫主管 或者那个主管 他说有同学跟他抱怨 他关还要多久 那管理员说 我给他帮他三十年 我也 你不要这样做 他就说 我们要在我有围墙里面 我们要互相保持一个平和 你说这些建户人员自己也被关 对啊 他们很怕出事情 出事情掌官定 掌官定之后 尤其是 这个消息透露到外面的话 更糟糕 所以掌官要求大家 中层主管不能出事 中层要求低层的 不能出事 难怪这个事情 三点多发生的时候 一直掩盖 一直掩盖 掩盖到四点多 那枪都拿到了 枪身大作了 才掩盖不下来 对没错 好那 所以刚刚讲到了 我们现在跟你说 这些人早就有预谋了 那现在只是说 因为我对你们太熟了 我是六个人基地行动 还是说 我今天 已经跟你面的人都讲好了呢 对事实上 最新的消息啊 这个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六名 六名囚犯啊 会在明天早上 十点的时候放人 这是他最新的消息 最新消息 但是到底会不会这样做 还不晓得 这是他们所传出来的 一个最新消息而已 那么事实上 今天会做到这样的程度 表示说 我们的预政管理 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啊 其实 这个预政管理呢 只是不能说了秘密 因为 以有限的监狱的人所 我们台湾已经堕落到 堕落到 没有 缺乏 缺乏足够的这个管理员 来管理预政 必须用替代役来管理啊 替代役都是谁 都是年轻的艺兰啊 年轻的艺兰 如何对付这些 谁谋 带港 杀人放火 捉奸犯科的 这些里面的囚犯啊 对 第一个被抓到 又踢了 然后抓了替代役以后 拿到菜刀以后 就把菜刀架 在替代役的博物上就完了 所有的一切 你就宰人流啊 然后呢 枪柜被火打开了以后 十把枪拿出来 使事情 扩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要说你监狱里面的人 不是因为 要用以暴制暴 很简单 我用大哥重刑犯 重刑犯的大哥 来带领在压制下面的事情嘛 那这个叫做监狱的社文化 所以他们这些管理员平台 只能用这样的方法 他不敢用高压的统治的方法 一事一二事二 那用所谓的一切的依法处理 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们 所以今天也造就了他们自己本身 现在是说 为了凸显这个司法的不公 凸显预证的不公 当然他们现在是说 他们不公是说 为什么我做了那么久的公 我一个月才拿两百块 才拿多少钱 这样子 那事实上讲到这一点是很奇怪 因为监狱长期以来 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很显然 其实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除了对司法不公之外 其实我告诉各位 他最主要目的 还是要逃出监狱 逃出监狱以后 外面的天下 外面的夫妻是自由的 今天让他十把枪 六个人出去了 台湾完蛋了 台湾所有的这些监狱的文化 台湾所有的这个法制的 这个价值全部都没有了 今天我们当然跟他谈判 适度的满足他 适度的这个等于说 他的需求 但是绝对不能一退再退 一让再让 要适度的缓和他们的情绪 而且现在显然 六个人的情绪 在此时此刻 还是蛮平和的 好那我们刚刚看到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董燕台在晚间的时候 他去到里面去 出来有他说 里面的兄弟告诉他 明天早上十点放人 是真的吗 还有这中间 刚刚讲的 你看一下 从这个案子一开始发生 到所有的过程都太奇怪了 都太奇怪 为什么太奇怪 好了 大家就想说 嗯 他可能明天早上十点会放人 但在放人之前 我们要花一点脑筋去想 好 这件事情 如果他能够策划这么久 刚刚我们都提到了 杂役 不要忘记杂役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你跟你的亲友会面的时候 你们所能够讲的话 尤其是这些重刑犯 他们要讲的话 不是用嘴巴讲 我们现在 紧正书术上 王卓军到了现场 我们先把现场交给 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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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候在高雄监狱的罪行状况 那么就在刚刚 警战组长 王卓军也来到了现场 不过呢 他原是没有从这门口走进去的 而是先来到侧门口 那么来查看这个警力的部署状况 那么他也接受媒体的访问 我们听一下这一段罪行的说法 那么王卓军呢 他在访问的时候有提到 其实现在高雄市已经派了250名以上的警力 那么现在呢 他已经部署好了 他也准备进入和高雄市的警察局长来会合 我们听一下他最新的访问 因为他们就在这个门的处理 因为如果我们要防备他们就有冲出来的状况 所以现在然后最新的情况是什么 例如空长被释放了吗 因为他们还在谈 我还没进去 我说先看外面一下 因为我们还是有内外 因为里面矫正署 署长还有检察长都在里面 我们陈局长在大门口里面 我跟他会合 市长龙选警力部署的部分周围怎么样来做部署呢 所以高雄市都已经部署了 早就部署了 谢谢各位 谢谢 那么其实王仇区呢 在一直以达着高雄监狱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件事情 警察署长也到了一个现场 我们看到现在 所有的人都在侧门的一个钢上 控制住了 但现在最担心的是 他们如果从这个地方 四散开来 带着枪跑出来 那就是台湾自然上的一个最大污点了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